新闻一开始看到就是先前的校园疫情大延烧 让家长都很忧心 但好在实施了远距教学 新竹县学生的确诊数是大幅下降 再加上校园加快了施打疫苗 接种率呢目前来到了将近七成 于是县府就宣布了 6月13下星期一开始呢 高中以下的学校还有幼儿园 是全面的恢复实体课程 校园接种持续进行 各校已经陆续完成疫苗施打 接种率将近七成 县府就宣布6月13下星期一 高中以下公立及非盈利幼儿园 要全面恢复实体课 由于学校疫情趋缓 那我们的学生的确诊数大幅下降 那从我们的5月23那时候 300多人下降到最近是80多人 那已经有疫情趋缓的趋势 那我们就预计在6月13号 恢复我们学校的实体课程 那在恢复学校实体课程的时候 如果学校的家长如果还是有疑虑的话 还是可以选择请这个自主防疫假 那这个部分我们学校不会做这个缺课的记录 避免校园染疫扩大 新竹县从5月19到6月10号实施远距教学 学生确诊数从5月23号310人降到6月7号82人 疫情有趋缓走势 现不决议6月13号起恢复正常上课 但家长若担心也可帮孩子请自主防疫假 不会强制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不纳入个人初缺席记录 也不扣减学业评量成绩 而各学校会持续进行线上实体和混乘教学模式 保障孩子受教权 下周恢复实体课 教育局也要求各校在上课前完成校园环境清销 确保教室与公共设施环境安全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在复课前一天在家里先做这个快塞 那快塞阴性在礼拜一的时候才到学校来做上课 那未来我们这个中央有配发四片的这个快塞试剂 从6月6号开始会陆续寄到各校 所以同学们到这个学校之后 可以领取四片的快塞试剂 除了校园消毒恢复实体课 也建议家长前一天先帮孩子快塞 如果阳性或同住家人有确诊 禁止到校 要让每位学生都能在安全环境下学习 谢谢大家